今天这么晚叫大家来 是因为出了一件 不能对外人道的事情 有人说 在公子底 某一位小公子 不是公子所亲生的 而是他的母亲 借种生子 无风不起了 真妹妹 你有什么话可说呢 并且不知此传言从何而起 可并且没有做对不起公子的事 求公子明鉴 既然没有做过 为何这么着急地求公子 难道妹妹不懂 轻者自轻这四个字吗 姐姐只知轻者自轻 却又可知流言猛于虎 妹妹又岂又不怕之力呢 想知道妹妹是否清白 倒是不难 滴血艳轻也就是了 不错 这也是眼前唯一的办法 公子认为如何 秦妹 去 取完水来 是 慢着 恐怕这水谁都能取 唯独妹妹取不得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 这水中如果加了白帆 即便不是狄亲 也一样可以消融 既然妹妹清清白白 又何必刮田里下地惹人怀疑呢 多谢姐姐提醒 请没去把庸儿抱来 是 鱼儿乖 鱼儿不哭 鱼儿乖 坤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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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岂没想当的好 在小公子怀里 江医官 宇儿 你怎么了 你别吓娘啊 云儿 你别吓娘啊 云儿 云儿 我在这儿 云儿 你别吓娘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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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辰 云儿 云儿已经走了 云儿 公子 公子 小儿有话要说 云儿 你想说什么 公子 小儿现在是 郑姑娘的下人 本应当忠心护主 不言郑姑娘是非对错 但这件事 小儿实在是 难以装聋作哑 所以即便是 被指不忠不义 背上叛主的骂名 小儿也必须 把事情说出来 说 什么事 郑姑娘心里清楚 若想东山再起 最无效的方式 便是怀上公子的骨肉 眼看离最后一次 事前的日子渐远 郑姑娘铤而走险 寻了一位相貌堂堂 且满腹师叔的男子 郑姑娘在府外 还有一处住处 你在胡说什么 莫不是 我之前责任你几句 你就在这里陷害我 小儿所应皆是其媚 酒后吐露 居居数十 他寻了一些侍卫开门 把这名男子引诱到住处 在房间内点了迷香 只知道四周 浮动着解好闻的香气 男子不知道自己中了迷香 和郑姑娘发生了苟且之事 郑姑娘为了防止此事败露 便起了杀心 也以为这样便结了 谁知道那些人丧心病狂 竟然要杀了他 而此人正是赵清泽 杀死赵清泽之后 郑姑娘顺利怀孕 并且生下了云二小公子 她以为这件事原本已经过去了 可没想到公子今日要滴血燕青 小儿里头 见过夫人 你是谁的下人啊 他的确不是下人 一旦去了静书馆 你可能会被所有的人误会 他们会说 你卖主求荣背心弃义 你 真的愿意吗 只要能为夫人 为小公子查明真相 让小的干什么小的都愿意 他所做的一切 早已是我的兄弟 是我的亲人 很好 回来了 对不起 让夫人又醒了 是我对不起你 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走 先进去说 我还以为 我们误会你了 你不惜忍痛挨骂 忠心护主 我们刚才还 好个礼堂 我就知道你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背叛小姐的 是吗 刚才是谁拿着扫帚 一直打我来着 谁啊 谁啊 不是我 不是我 待会儿啊 我就去禀报公子 把礼堂呢 正式地 给要回来 以后咱们一家人啊 就算是团聚了 这到底是哪儿 你说 这是四公子 最在乎的东西 对 小的听到的是这个意思 不管是什么 定是四夫人的死穴 这张地图 到底有什么蹊跷 夫人 二位姐姐怎么来了 刚刚得到消息 男如真死了 人之悲惨 莫过于得到所有 再全部失去 上天把她捧到最高 最后却让她 毫无喘息地重重摔下 这种打击 对男如真来说 无疑是最致命的惩罚 男如真蛇陷心肠 这是她应有的报应 莲儿 是啊 是她应该有的报应 你怎么了 怎么觉得你 似乎并不开心 我也不知道 四年了 自从我的孩儿死了 我的人生 就是为了今天而活 而此刻 终于得偿所愿 为什么 我就是没有想象中那样快乐 即便 即便难如真 她再痛苦千倍 万倍 也无法 让我的孩儿疯狂